有鉴于国有天然林内不时有山老鼠稻采贵树种 联务局宣布从12月起针对红块 台湾小南 台湾扁薄 牛樟等四种贵重木进行管制出口 包含原木 木材和雕刻一品单次吸出超过5公斤 必须取得国产材的标章并办理报关 这上面有一棵蛮大棵的 这里已经被窃了 然后在这个现场 无良的山老鼠为了盗取红块 扁薄等块木树木的 木树柳 把一整棵生长百年甚至千年的神木罚导 即便破获了盗法及肖章集团 但受到破坏的树木已经无法恢复 为了防范盗法保护珍稀的自然资源 林务局宣布从12月1号起针对四种国产贵重木进行管制出口 针对红块 台湾扁薄 台湾啸南 还有牛樟这四种贵重木 主要是原木或是木材 那还有另外就是五公斤以上的这个益品或雕刻品 这个部分都要申请一个许可的证明 然后还要报官 也就是说从12月1号起 国人如果要吸出或是输出 以上四种贵重木的原木 木材以及单次输出或是攜带出境 同一批货号内总重量超过五公斤的雕刻品或是义品 必须取得国产财识别标章 并事前向海关申报 至于五公斤以下的雕刻品义品 虽然免减负同一文件 但仍要事前向海关申报 那如果违反相关的规范 要可能可以除三百万的一个罚金 贵重木出口若不依规定申报 将会依贸易法第28条开罚 不仅相关的木材原木会被没入 最高还可处三百万元的罚款 而管制措施除了避免到罚 也透过国产财标章 希望能够最终掌握台湾珍惜国产财的去向 接下来会台东市报道